今天星期一跟星期六一樣 放輕鬆心情 因為我來講已經在放假 近期在我身上發生幾件事 當然是關於對中國的看法 究竟香港的老粉紅 這些並不是所謂的愛國人士 講幾個故事給大家聽 其實我是很難明白的 如果我聽我做節目 都知道我經常會在青山道 有一間剪頭髮的店 她是每天都在講 她是生活人 每天都在講中國有多好 家裡有多好 兩夫妻不停在講 當然太太明白人 父賀的老公 老公每天都覺得天朝大國最威 但是突然間我不見了她 無聲地消失 原來舉家已經移民了 在他們口中 哇 中國是多麼強大 責主席 是多麼英明神武 你們的人搞亂香港 最壞就是英國人 去到台灣 那一輩子 聽她說她只去過台灣 然後她覺得台灣的東西好吃 那些人有禮貌 我問過她一句很簡單的說話 就是 不是 你怎麼看 你覺得台灣是怎麼樣 民主好不好 然後她回答我 哎 以國家大局出發 個人的東西是可以犧牲的 結果她選擇了 我離開香港 不知道她去哪裏 因為我上次 早幾個月 就是過了一年之後 去天立法的時候 因為我集了一個剃蘇 跟著 她對面的一個租客 我知道她那裏買的 她就告訴我 不是 他們移民了 賣了 賣了六百幾萬 多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 講好 香港的故事 當然 今早早 我又去剪頭髮 那其實不是剪頭髮的 是剃蘇 因為我喜歡在上海店剃蘇 但現在這些店舖越來越少 那在青山道找不到哪一間 那我知道 大角咀有一間叫做富多萊廣場 我以前在那裏做批發的 所以我熟知到那裏哪裏有 好像這類這樣的 所謂的叫做 上海譜 就是這種形式 有剃蘇 剪頭髮的 那 執剩他一間的 賣了很便宜 40元 那其實每一次 我見到他 指著電視機 他就在那裏罵 當然是罵 罵那些年輕人 今早早 我是他第一個客人 進去的時候 他又在我面前說 只是看蘇華 我說是呀 接著他又開始說他 對香港的不滿 他說不知為什麼 大角咀 這條街好像現在少了人 平時呢 星期日這裏人來人往 11點了 應該很多人的 但是這幾個月很靜 我說是呀 他說應該你看尖沙咀 銅鑼灣 或者深水埗 你在北河街那邊其實都相對靜了 他說呢 有很多人移民 那只是工作崗位 二十幾萬 走了 二十四萬多 那如果連上那些 就是拿著本身 BC呀 英國護照呀 或者加拿大 或者澳洲那些 還沒計算讀書 我想頭到尾四十萬人 不少得 今年可能還有二三十萬人走 今年是最後一個高峰 接著就開始平穩了 那我跟他說 走了好呀 這些人在那搞搞振 但是我問他 最近生意怎麼樣 都很差的 我1984年在那裏做 如果你們知道的 你一定認識這個叔叔 這個叔叔呢 他本身應該是小兒麻痺 或者一些殘疾的 他是高低腳的 就是說走路的時候 雖然他不用用拐掌 但是他 鴛鴦腳都很厲害 他說1984年我就在這裏賺食的了 是不是 風平浪靜 是你那些人而已 走完就好了 不要妨礙香港 他看見 現在大國取 他生活的地方 他住的地方 他賺食的地方 越來越淨 他的生意越來越差 但是 在他口中 他說這些人 走得很阻礙他賺食 但是他實際上生意跌了 以前是三間做上海保 現在只剩下他一間 他都不需要排隊 今早早 他開了門 十點鐘開門 我十點九到他那裡 我是他第一個客人 還是星期日 這些老粉紅 他們不是為錢 即是等於 剛才我說的 那兩夫妻生媒 他們不是為錢 他們不是民建聯 在他們的印象中 中國是強大的 那當然 我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那家人 他們走了 移民 因為實際上 拿一把剪刀 拿一把剃刀 賺食而已 兩夫妻 在香港 創造到價值 賺了錢 住的 是買下了 做的樓上鋪 即是二樓 唐二樓的鋪 又是買下了 賣了一千多萬 未算自己手上 拿著的現金 當然他有個兒子 兒子在讀中學 很厲害的 經常都會在店裡做 做功課 或者之前我光顧的時候 那時候 學校封閉的時候 他們是一些線上教育的 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在香港這麼久 他們 會有這樣的思想 今天見到這個叔叔 比較欺負一些 從來我不會拼搏 你們香港的老粉紅 再說就是 大陸的小粉紅 如果聽我做節目 都知道我有個 好像我當她是女兒的美女 從小到大 她出生那天我就認識她 她出生的天 不要這麼說了 出生二十多天我就認識她 我照顧她 她叫我做肥老爸爸 首先我跟她媽媽沒有關係 不過她習慣了 不斷地叫 小時候有時候 有一段時間 我在她家裡住 她每一晚 等我下班 一下班回來 很開心 她就會捱著我的小妹 等我叫外賣 因為通常來說 我回到去的時候 我就會叫杯 因為我租了一間房 在她租了一間房 叫杯凍豆漿 接著我就會叫小籠包 做宵夜 她要等 家裡家境不是很好 分租了一間房給我 但是問題她每晚都等 為什麼 就是因為小籠包裡面有肉 很快很大 沒見幾年了 有聯絡的 有時候她有什麼需要 打個電話給我 我們始終 就是說 看著她大 相當乖 整天都望考大學 去年在大陸考大學 一般的 今年重新來過 她跟我說 她說我今年 會去北京 考完大學之後 我說做什麼去北京 你不是和你的家人 和你的親人說去韓國嗎 你很想去韓國 上年才說今年暑假 等你考完大學之後 考不考到另計 這樣就會去韓國 看見識一下世界 她說不好 想去北京 我說為什麼 我們是中國人 沒錯 她是中國人 她說應該去長城看看 要去故宮看看 那我問 五步一綱 又要做安檢 又要排大隊 現在越來越嚴 為什麼你會去呢 不知道 總不知我想去 我覺得 去到這些地方 會令到我自己會自豪 沒有 是不是很驚人 現在 中國的失業率很高 即使你現在中學畢業也好 高中畢業也好 或者大學畢業 基本上出來都是等著失業 但是她學校灌輸給她 不是 這個是一時的 是外國勢力去打壓 那我給她多個選項 我說不如這樣 你和你媽媽都60歲了 還有你的弟弟 如果不如來香港拿通行證 下來我帶你去玩兩三天 她堅決這樣否定了 她這麼大的女兒 還沒來過香港 我說來啦來啦 拿過通行證 那我帶你去玩 不好 都是要去北京 這種莫名的崇拜 莫名對中共的好感 我不知道怎麼告訴她 因為實際上 我沒見過她很多年了 但是每一年都會有幾個電話 會問候下 小粉紅的形成 到今時今日 中國的經濟來到這一步 開始陸續有反抗 但是對於 他們這些人 依然歲月正好 生活並不富裕 不是有錢家庭 但是過得去 她是由她外婆大大的 她外婆 就是我現在的包租婆 大大的 他們沒有問題的 窮人就買少一些 全靠有共產黨 所以有時候 你不得不佩服 香港 這些老粉紅 沒有跟世界接軌 大陸 在二三線城市 他們感受不到 生活的壓力 現在的中國 必然會超越美國 我不想跟她們爭辯 就好像 之前昆明有兩個女孩 認識很多年 她們五一下來玩 一說一些新聞議題的時候 或者中國共產黨 或者中國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即時的反應就是 不要說 我們很愛中國的 中國就是我們的祖國 不要談論這件事 昇哥說得對 究竟你是愛還是怕呢 其中一個就是公務員 這條界線 令人很害怕 現在我見到香港也是 今早上看電視 在看show的時候 看電視 雷鼎明出來說 他說 新時代代代表什麼 新時代代代表習主席 習近平 他說 要融入新時代的發展大局 就是說 要跟中國更加緊密 這個是香港的未來 我們香港人 應該做好所有的準備 配合中國的發展 什麼不是迎難而上 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嗎 他還說了一句更加驚人的說話 雷鼎明他說 他說 我們香港應該配合中國的政策 做有利於中國的事情 更多的是什麼 現在中國 香港 香港的政策 不行 很多的規規條條 阻礙了 中港融合 應該更加緊密地 將這些規規條條這樣拆除 就是一國兩制 在他們的口中 是應該拆除 是融合的 說什麼 一國兩制 雷鼎明 這些所謂的大學 港師還是教授 你看到劉兆佳的所謂的學者 其實 他知不知道 他間接 和直接這樣令到我們香港沉淪下去 我不擅長 講一些大道理 我也不是很有國際視野的人 或者很認識中國的人 但是這些故事 在我身邊是天天都發生當中 今天見到我一個網友 他說大肥 你怎麼看泰國和馬來西亞去是不是好 然後我告訴他 要到八月十月 有新政策對台 這樣可以走 跟著他說 他想拿個黃金簽證十年 當香港一禁的時候 就即時可以起鬧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但是Bjong Tina 需要大家支持 這個 就是現在香港真真實實面對的 也都是 對大陸 我們很多香港人 或者 大陸的年輕人 他對國家的看法 拜拜 對大陸